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欢迎来到上门换电脑第二期 那也是4月份 因为我们时间太忙了 就没有来及录 所以我们一直拖到5月份才录这一期 那这一期呢 我们是给一个之前报名的一个女粉丝啊 主要好像是做PS修图一些的女粉丝 给她去换一台电脑 那么我们赶紧上门吧 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机主啊 叫小莎 也是之前通过邮件去跟我征集的 那小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和你的电脑吧 好的 健哥好 我的机子呢 是i5的4590 那有一些历史了 是的是比较早了 然后呢 因为当时就想自己配电脑啊 然后就怕被坑 然后自己去了解了一下 然后后来就看到健哥的那个妹子装机 然后呢 我就觉得 后来其实电脑还挺有意思的嘛 后来就慢慢也有一些了解了 我的显卡是蓝宝石的A卡的580 这个显卡是我后配的 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并没有就是游戏的需求 所以说我就一直用的是4590的核显 然后呢 就就没有配显卡 后来就去想去玩一些游戏的之后呢 就是我就去买了一个 就是这个580的这个显卡 但不是矿卡 是当时 反正是18年 还是 矿潮之前 对 矿潮之前那个时候 那个双十一买的 然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大概我那个显卡是 在京东上买的好像是1799吧 没过几个月之后就矿潮了 然后就涨到了3000块钱 然后本来想把它卖掉了 对对差不多的 对然后后来想把它卖掉了 后来就 但是一直就是就有点嫌烦 然后就一直也就没有卖了 然后但是就一直用了现在 然后现在呢 我用这个电脑呢 就是确实是比较久远了 因为我是从事一个摄影 然后呢 要去修图啊一些的一些工作 对 他就给我感觉现在已经就是有点不太醒了 有点慢了 特别是我也没有装固态 然后就 你这个你电脑居然 没有装固态 对当时还是学生 然后就预算比较紧 就没有装固态 然后就有点尴尬 就是特别慢 然后呢 就有感觉有点跟不上了 然后对 然后就看到了健哥的这个视频嘛 然后后来我就去报名了一下 然后我就选中了 大家聊聊一一就是说 你说的那个妹子装机的视频嘛 那时候她是我在极客班时候拍的 那个时候已经是6700K了对吧 所以4590肯定是那个不过没办法对吧 这话还听得很开心对吧 所以就选了你 第二的话就其实像PS之类的嘛 它主要是吃两个方面 一个是吃的那个CPU的单核的主频 还有另外的话就吃它的内存的频率 其实对显卡的话就像PS的话 你一般像750Ti 也就是说现在新卡的话 就是11030这种级别往上的话 PS就已经能够扛得住了 那在装电脑之前嘛 因为这次涉及到一个加装硬盘嘛 就要涉及到你要看看原来硬盘里面 有什么资料要备份啊什么的 对吧 检查一下没问题的 那我们再开始装机 嗯 好的 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它这个电脑的那个 其实比较有意思 你看它这个键盘嘛 应该是阿米洛应该比较老的 然后这个键帽的话 看的应该是那个寒度的那个键帽 然后比较有意思 你看它的这个灯嘛 对吧 看上去像那个明基的那个灯嘛 实际上防瓶 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灯应该 应该已经被他们投诉的买不到了 还有这个鼠标的话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鼠标的 你看这个滚轮 因为是小小家说的养了一只鹦鹉吧 这个就被鹦鹉给啃的 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配置 确实比较老了 它是一个4590的8G的内存 是两个1T加3个T的机械 然后呢是这个580的显卡 大概清楚了 内存是个单通道的8G的 还是1333 那行反正资料备份完了 我们就开始开始更换吧 那我们看我们把这个机箱拆了出来 这个好像还是歇马跟一个坦克式的联名款 不确定 说错了大家不要在意 那CPU 那个96KF的中文盒装 那是京东上下的 主板是微星的 当然这个主板看起来跟公包式的 是这种包装的 微星的Z390 MS-01 内存是微刚的D60 为什么叫D60呢 因为它主要是光带 说是占了60% 所以叫D60 那用这种3200频率主要是 对PS方面的话 还是比较吃内存的高频的 固态也是微刚的XPG的SX8200 Pro 一个NVMe的固态 然后我还准备了点扎带 然后还是怕它那个散热器的时候硅脂不够 我就自己拿了一个硅脂过来 把机箱拆开 一打开来 筷子显卡支架 这个挺有感觉的 这个灰也是有点大 这个散热器还是 应该看应该是彩绒的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小散热器 然后这个灰有点大 电源是一个行家的 你看这个里面都成这样的 也懒得清灰的直接电源一起换掉 然后这个显卡的 这边也是有点灰 那清理清理 小莎你这边 为什么这边要接一个转接线 因为当时这个不是8PIN的线不就没有了吗 它只剩下两个6PIN的 然后我就去我们电脑城楼上 想花个3块钱买一个线 然后结果人家那边见商朋友都说 你买的这样肯定不行的 你赶紧重新换个电源 什么什么 到时候我心里面就翻了个白眼 后来我就实在他没有不卖给我 我就去淘宝上买了一个线冲上去的 那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次我们就直接把它的整个都换掉吧 好 好 现在我来感受一下这个新电脑 好激动 就是这个速度就特别快 以前拿机械硬盘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然后开启 就是它拷贝的时候就很慢 它打开的速度也很快 它的放大和缩小的那种感觉都比以前要好很多 我之前的话我点一下这个放大的要半秒钟的那种 才能有反应的那种 然后它现在导出的速度也比以前要快很多 试了lighter我们来试一下这个PS 整体的操作都非常的流畅 你要试一下那个吗 试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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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次的上门换电脑 也就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个小沙的这个升级的电网 也是这机子感觉现在非常的流畅 那还有什么 对啊他也是一个CSGO的玩家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就不演示CSGO 能不能至少换了固态以后 包括整个CPU的提升以后 对他CSGO的流畅程度也有很大的提升 那么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威刚XPG 赞助了我们一个电源固态还有内存 非常的感谢威刚 那如果说你还想参加我们下一次的上门换电脑的活动的话 那么你可以编写邮件 名字叫上门换电脑加上你的地区 然后能在邮件的正文中写一下你电脑的线量的配置 以及对此有些不满意需要更换哪些东西呢 我们会先选邮箱对吧 选举吸引观众进行下一期的上门换电脑的拍摄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不妨点赞投币收藏素质三连一下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WK 想购买电脑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所有产品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里是健哥 我